因為我很相信人的潛意識 知道我們自己的腦 認識我們腦的功能 其實是很少的 我覺得可以開發一下我們的腦袋 其實應該還有很大的潛能 其實這首歌如果是好聽 是你有誠意去做 你是會打動別人的話 無論你唱什麼語言都一樣 所以我已經有很多年前 已經沒有再用語言去限制自己 在音樂上的發展 因為去年我做這張唱片的時候 剛剛碰到我爸爸他過世 本來的主題已經是說再見 因為再見有很多種 不一定要很捨得 有時候你可能很願意去放下一些過去 去迎接新的未來 是充滿希望的 但剛巧在我做這個唱片 還在說這個題目 我又經歷這件事 那個感覺真的很深刻 其實很幸運 我是當時可以做這張唱片 我就是擺放所有想說的話 或者我當時感受中的情感 我就擺放在那些歌裡面 有很多地方是沒有見識過 我覺得有時候是你要離開你熟悉的地方 去一些你不熟悉的地方 或者去做一些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離開你的舒適的地方 你才可以更加認識自己 還有發現一些新的事物 你想做、想說、想見 你就馬上去做 sack回去看 可以多了嗎? 我現在想說